你現在聽的是元網台 我是生食食出新生 和綠色心靈力量的主持周小祥 我們平時喝的水 都充滿了重金屬、雜質、錄氣和細菌 我會用健波能量活水器 除了可以清除以上的雜質之外 還可以活化水中的順色 健波能量活水器 生命指援、健康指傳 陸創意健康店電話 288248 網址3W.HEALTHSHOP.COM.HK 以下節目內容 純屬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與本台立場無關 歡迎收聽元網台的自然療法與你 我是Della 今天會繼續與袁大明自然療法醫生 和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自然醫療資訊 和最新的發現 讓你和你的家人都可以享受到健康快樂的人生 Hello,袁醫生,你好 Hello,Della,你好,大家好 近來城中有一個聽眾市民都很擔憂 也很關注的一個問題 就是燈革熱的症狀出現了在香港本土 長洲成為九龍獅子山公園之後 長洲是另一個似乎是 很多人在那裡中了招 就是去長洲 其中一個源頭 就是在我們看的新聞報道 其實如果這個燈革熱的疫情 在自然醫療或者袁醫生 你可不可以和聽眾解釋一下 讓大家多了解這方面的工作 我先聽一下在香港的媒介有什麼說 其中一個香港《經濟日報》裡面都有說 他說很幽默的 這個是說8月27號的 他說上週一 他這樣說 原來是世界蚊子日 有的嗎? World Mosquito Day 他說為什麼呢? 因為121年前的那一天 有一位科學家叫Ronald Ross 發現是痴蚊是傳播藥質主要的媒介 你知道藥質病是當時 是早期死了很多人的 於是他提起 用這一天叫蚊子日 提醒人家防備蚊還 剛剛就這麼巧 上星期 而香港登革兒的個案 亦打破了2002年那年的紀錄 大家知道這個病都是用蚊子 作為傳播的媒介 他也說到 很搞笑的 很幽默的發言 他說 他說我們香港的陳馮富珍 曾經任世界總幹事 世衛的總幹事 他當時推出2012年到2020年 全球登革兒防治和控制的策略 是他推的 用八言的抗戰大雞 誰知道剛剛上年7月 他就卸入回到香港 而香港的登革兒個案 偏偏在今年的破紀錄 非常之 非常之 都上次諷刺 是的 那麼諷刺 我們早年都很好笑 香港的陳馮富珍 也都被委任世衛的總幹事 其中的原因是他們認為 他們在香港對付沙士的時候 最多經驗 是的 但是最有趣的是 香港是全世界沙士死亡最高的 馬上你想一下 我們現在都不知道 這個世界的人怎麼想 他不是說香港的成績最好 香港是死亡最高的 所以他的經驗最豐富 那麼好了 那麼 看看這個 他說為什麼我們要這麼害怕呢 其實我以前在沙士 我都用回這個同樣的 跟大家分享過 為什麼怕呢 因為第一 是三無的症狀 第一 沒有藥物治療 是不是 在世界上 沒有一些針對登革兒的藥物 因為登革兒是一種病毒 其實傷風感冒的人都沒有藥醫 但是病人只能夠靠自己抵抗 來傳遇的 可以說自求多福 儘量接受所謂的支援 令到身體的體內水份穩定 通常呢 支撐一下你 幫助你 讓你舒服 讓你自己捱過它 所以第一 因為沒有藥物 第二 沒有什麼有效的疫苗 世界唯一的一款登革兒 在今年4月被世界衛生組織突然殺停了 他說這種疫苗只適合用於一些所謂 曾經受過病毒感染的人 世衛認為目前還沒有一套可靠的測試方法 可以測試是誰是曾經受過病毒感染 是不是 沒有什麼測試的 所以給誰用呢 那個疫苗給誰用呢 是的 所以根本是防不勝防的 於是就取消了 那些人才適合用 當它有效 就是說沒有疫苗 又怕了 第三 就是沒有什麼明顯的病徵 你到底有沒有登革兒呢 又不是那麼容易知道 你是不是真的有沒有登革兒 為什麼呢 他說呢 多數人呢 首次患登革兒的病情很輕的 有些人呢 只是輕微化燒 嗯 也都有人擔心呢 在小孩兒童發病的時候呢 通常呢 教成人更加輕的 甚至出一下診 連燒都沒有這樣 嗯 當然啦 如果隨後呢 感染其他類型的登革兒的病毒來出現呢 重症登革兒呢 病發症就會嚴重得多 那還有機會可能引致死亡 那當然啦 登革兒呢 在一般的醫學書裡面 所提及呢 其實是沒有什麼死亡的 沒有人會死在這裡的 那當然啦 最重要呢 你們是怎麼處理啦 是吧 很難說這些處理手法 整死他們的 好了 那其中我們要關注的 登革兒呢 原來登革兒是 目前全球增長得最快的傳染病來的 那世界各地的病發率總數呢 較五十年前呢 增加至少三十倍 那世衛呢 還講明呢 登革兒是典型的二十一世紀的病症 因為傳播登革兒的病毒的蚊呢 往往呢 是固體廢物堆裡面生長 又能夠長期呢 是潛伏在交通工具裡面的 那它說呢 阿泰居那種品種的病毒呢 是透過蚊子坐貨船 就是去到呢 去北美呢 都有傳染的個案 那通常呢 登革兒呢 通常是一些 熱帶和亞熱帶的地方的 就是很少會去到北面的 那發現呢 那邊都有的 很明顯是坐輪船貨船呢 就一直帶到那裡了 那隨著城市的貿易發展 是不是 那登革兒呢 就一定會更加廣泛傳播過去的 好了 那既然呢 北俠即現在的一般現場的醫學呢 西方的醫學啦 西醫的對抗性醫療 認為是無藥醫的這樣 那唯一一樣辦法呢 就是撲面蚊蟲 是不是 就是將那些 就是帶病毒的蚊 是消滅它們 嗯 那你看到呢 在那個電視啊 那都有很多這些 政府都 就是一開始 有 有 一個很短時間 連續有幾鐘 發現到的時候呢 就已經是 加強了 周圍擺那些做滅蚊 啦 還有是做那些 擺那些什麼 有蚊器在那裡 那就是 就是縮集了 他們的蚊活動的範圍 還有剎蚊 就是有些蚊 可以鋸蚊 鋸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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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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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噴劑 那些噴劑 還有一些帶 就是撕蚊仔 有時候呢 帶著這些這樣的帶 那樣 也都開始 就你看到 有些說 就叫市民 要拆了一些舊式的冷氣機 因為下面的冷氣機 有些貼盤的 那些積水 那些積水 就很容易會 就是導致這些這樣的問題 有問題 那好了 那 那 我們都開始 就有些 有些人 有些過去病人 打電話 那問我們呢 那 那怎樣 怎樣算好呢 就是在我們自然醫院裡面 有沒有更加好的方法呢 來到對付這類的問題呢 那 那暫時呢 香港現在暫時有26宗 是本地的登革熱 那 那台中呢 6天裡面有20宗 那 那 你也看到了 那好了 那在我們的同學療法 我們過去都有跟大家介紹的 一些方法的 那當然 那 就是最 就是最簡單的方法呢 就是我們平時呢 去出到 就是如果去那些地方 有蚊子的地方呢 那 穿的衣服呢 就穿的是比較 淺色的 千萬不要穿黑色的衣服 是 如果穿黑色的那些T-shirt 緊身那些呢 那些呢 你就會蚊子的 是 那你應該穿一些 白色的 闊袖的 長腳 長褲啊 長袖的衣服啊 就是鬆身一些 是 尤其是蚊子上去 都不會太多 太多到肉那裡 是 那這個簡單 那還有呢 就是用蚊帳 很多國家都是用這些簡單的蚊帳 因為發現很多這些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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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蚊帳 那些蚊帳 那些煙啊 油啊那些 第一它本身是很毒的 那第二呢 它的效果也是 就是不肯定的 那所以呢 簡單呢 就是一種 隔絕的方法 自己用的衣服啊 那些蚊帳啊 那些蚊帳啊 那在我們同學療法的歷史裡面 很有趣的 那原來呢 同學療法呢 有些療劑啊 是有這些 有些防止蚊咬的作用的 那當然呢 雙水都不是 每個人都有效的 那但是始終呢 這種這樣的同學療法療劑呢 原來曾幾何時呢 那 那 在同學療法比較流行的 的時段 那很多的童子軍 譬如要去露營啦 是啊 那第一件事呢 就去哪裏呢 就去同療法那些 那些藥店呢 就買個療劑了喔 那些療劑呢 那些療劑呢 是什麼呢 是叫非燕草 Sephasagria delphinium Sephasagria delphinium 是非燕草 那他們呢 那他們就會去那些 就是臨去露營的時候呢 就買些療劑 那些療劑 那就是吃咯 口服的 那一天吃一次或者兩次 那樣 那原來呢 這個療劑之下呢 你的身體就改了的 那你的蚊子呢 就不是那麼容易 蚊子去咬你的 那這個一種簡單方法 那 同療法的好處呢 就是 同療法是一種 沒有物質的 沒有藥成分的療劑來的 那所以第一 你就不用擔心什麼副作用 最多沒有效 就不會有副作用的 那這個一種方法 就是可以吃了呢 可以簡單一點 令到蚊子就不想咬你的 第二個簡單方法 自然醫院裡面呢 經常強調呢 就說呢 如果我們吃人的血 就是不癒 就是不是那麼癒蚊子 是的 坊間不癒人的 對 都說不知為什麼 那其中一個方法呢 就是一種吃維他命B1 大概100mg 來用它呢 那也有機會呢 是令到蚊子就不想咬你的 那就是很明顯呢 維他命B入了你的血裡面呢 是會改變你的血液 那可能導致呢 它們就不喜歡惹你的 那余醫生 一般呢 登革兒那個典型的症狀呢 是會出現了什麼的情況呢 那曾革兒呢 通常呢 就是可以這樣說呢 是一種急性的病呢 通常有發燒的 嗯 那突然之間來的 來得很快的 那有頭痛啦 發燒啦 那個人累啦 背奶奶啦 關節和肌肉痛啦 那還有呢 很多的臨巴結會腫的 譬如鼻縫那裡 是是是 陰溝那裡 或者那個頸 那也有時候呢 就會有一些疹出現的 嗯 那通常呢 就是鮮離了之後 那跟著沒多久呢 那個 那個燒就會掉了 是 那跟著呢 那那個燒呢 又會第二波出現的 嗯 那這種是很典型的 那另外一種的登革兒呢 就是生蚊仔容易出現到 就是有時候呢 會有出血性的 嗯 那所謂的重症呢 就是有這個問題的了 嗯 那好了 登革兒呢 那通常呢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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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熱帶和壓熱帶地區呢 那是一個 就是本土的病 那通常呢 那大家都知道呢 那是一種 那一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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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痙性的 那一種 那通常那就是 那一種 那一般來說呢 就是你被 咬了呢 它都有些所謂叫做醞釀期潛伏期 Incubation 通常五天到八天左右 咬完之後就馬上有 接著就出現病徵 通常會拍動尖寒的感覺 例如頭痛 還有眼球後面痛 你動隻眼都不行 一動隻眼就會痛 還有腰椎背部痛 還有人很累很累的 還有時候你的腳和關節 初初那幾個小時病 是異常地痛的 痛得很辛苦的 接著發燒就會來得很快 去到40度 或者104度 我們的心跳就會比較緩慢 還有出現血壓就比較低了 有時候你會發現 眼睫膜那裡就會有些發炎 紅了發炎 也都出現了診 這個診是暫時過的粉紅色的診 有時候在面那裡 尤其是會出現的 皮膚也會有影響 皮膚也會有影響 皮膚也會微微漲大發大了 其中就是頸 還有耳後面 或者鼻吶的臨巴結 通常會大一大 發燒和這些症狀 會持續大概48到96小時 然後就會發汗 然後燒就推得很快 然後沒有多久 就出現一個叫做無燒期 那人好像覺得OK 舒服了 是 這個大概維持24小時 然後第二波發燒就會出現 有時候這個第二波燒 可能通常比第一次的燒 是低一點的 就是好像我們有一個馬 就是好像我們叫做 那個Seddle 那個馬鞍這樣 前面高一點 下一波就是低一點的 溫度的升 還有一個情況 我們會看到 就是我們身體的疹 由那個四肢 可能是蔓延到整個身體 除了一個面部 OK 也可能是一塊塊的 那些疹一塊塊 在那個身體那裡 或者四肢期間 那些部位 從手掌 腳板底 都有些鮮紅色的 腫的那些疹出現 這些這樣的發燒 診呢 還有那個頭痛呢 是所謂登革兒的三個典型症狀 OK 發燒 診 還有頭痛 這個最基本的三個典型症狀 嗯 那 當然 有時候 未必是一定 有兩波的燒 是 那有些人會關注 就是會不會有人死呢 起碼呢 起碼呢 我們都沒聽見 有人死 但是呢 在一般的醫學的醫書裡面 都說呢 這個不是一個致命的病 其實沒有什麼人死在登革兒的 除非你本身有些 有其他的問題 有其他的問題 是 抵受不了這些這樣的問題 那一般來說呢 如果你感染了登革兒呢 他的免疫能力呢 會有一年或者幾以上 哦 就是那個 不是一世 所以我們要看到 就是我們要看到 他第一次感染之後呢 可能不是很大的症狀 但是會跟著再來 再感染 是 所以呢 在這種情況之下呢 大家都會擔心 不是說 患了一次以後就不會出現了 那樣的 嗯 那在那個實驗室裡面 我們看到什麼資料呢 我們看到呢 有時候呢 就第二天的發燒呢 就已經那個 那個 那個白血球會低了的 OK 到第四、第五天 那白血球呢 會跌到二千到四千的 那就是呢 通常呢 二十到四十個percent 那些果粒 那些 那些白血球 那還有呢 那個 有一點點蛋白料 那有時候可能有些 有些 尿裡面都有一些雜汁 看得到的 OK 那當然呢 登革熱有時候 其他病啊 比如黃熱病啊 斑診啊 或者有一些出血性的發燒 都會有 就是會 會 就是 模仿一下登革熱 嗯 所以通常呢 我就用血清呢 來證實這些 才有機會做得到的 嗯 那好了 那在一般的醫學書講呢 其實呢 沒有什麼 最主要的控制呢 就是控制蚊 滅蚊的 OK 那通常呢 嗯 治療呢 都是一個很表面的治療的 那譬如有時候 當然要進入休息 是 那要發燒用阿時不靈 或者摳電 這些對頭痛 肌肉痛 那其實可以這麼說呢 在現時的西方的醫療裡面 是沒有什麼有效的治療的 那但是問題呢 如果這些的問題 就是要處理得不好呢 其實呢 這種的 就是不適的程度呢 周身累啊 可能會持續很久的時候 啊 那所以這個也是 大家要 就是大家覺得很可怕的地方 要處理的地方 沒錯 沒錯 其實基本上呢 聽下去的症狀呢 都好像是一般的感冒的情況 我們都會出現了 一些發燒啊 頭痛啊 這些 或者有時候 那些周身骨痛的情況 那所以呢 其實這個真是 最佳的那個預防方法呢 除了是滅蚊 其實都是增加自己的那個 的抵抗力的了 就是有些什麼的 就是可能被蚊咬到的時候 如果你的自己的抵抗力高的時候呢 其實都未必一定那麼擔心 怕這些的登革熱症啊 這些事情 好嗎 可不可以這麼說 但是大家呢 就得到一個訊息呢 就說登革熱是沒有得醫的 那可不可以是不是呢 那大家都 就是大家聽我們的聽眾呢 認識自然醫療 認識同外療法的人呢 都朋友都知道啦 當然不是他沒有得醫啦 是 病都有得醫的 看你用什麼方法的 沒錯 好啦 在我們的處理登革熱裡面呢 我們的最主要工具呢 其實都是用同外療法的 嗯 用同外療法 那我跟大家介紹呢 大概有20多隻同外療法的療劑 但是最主要的療劑呢 就是如果什麼都想不到 只想到一個療劑呢 就是呢 這個叫做呢 英文叫做 Yupitorium Perfoliatum OK Yupitorium 就是蘭草 蘭草 就是蘭花的蘭 蘭草 OK Yupitorium Perfoliatum 如果你看回那個 在同外療法的弱點裡面 形容的蘭草 那個應用的地方呢 你可以看到它 基本上是 對到登革熱 真是 典型的金登革熱的症狀 好啦 那同外療法 蘭草的特徵是什麼呢 那是什麼症狀呢 就是劇烈的腫痛 斷骨的腫痛 全身腫痛和發燒 痛苦不堪的骨落腫痛 還有肌肉腫痛 就是這個好典型呢 好像登革熱那些病症來的 是 那同時呢 大量骨痛的情況之下 胸部的肌肉 背部四肢 感覺呢 傷痕累累 酸痛 還有呢 不能夠餓在左邊的 那所有的器官和功能都呆滯了 那同時呢 衰弱 是吧 衰弱 沒有了 沒有了 那適用呢 是用在一些 腸胃啊 那個胃 那個胃 肝臟啊 肝臟啊 脂肌管黏膜 還有呢 脾氣 暴躁不良的影響 那還有一個身體 身身的症狀呢 就不安 怕寒 危寒 還有惡心 OK 那 這些呢 就是你看到呢 是很典型的 那所以呢 我們在同學療法的 認識同學療法的人 或者學過的學生 很多學生學了這個療劑呢 都知道呢 這個是典型的 那我再詳細一點再看看 那 登革兒呢 那個療質 那個藍草的療劑呢 有些藥精的 那藥精就是呢 那個很怕寒冷空氣 是不是 很典型的 對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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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周期性的差的 就是隔一隔之後呢 又康復了 又出現了 那樣的 嗯 那在頭部呢 就發現了 後尾枕很痛的 躺下之後 頭尾枕很痛 好像是壓著頭尾枕 還有眼痛 還有眼球痛 是不是 所以我形容那個 登革兒的典型的象徵呢 是 眼球痛的 是 還有那個頭痛 因為流感導致 登革導致的痛 好了 那其他方面呢 就是聲音施啞 咳嗽 胸部痛 要扶著它 咳嗽的時候 要按著胸口 咳嗽的時候 咳嗽的時候 要跪著 咳嗽的時候 要舒服一點的 咳嗽的時候 要跪著 那隻狗跪著 還有喉嚨的痕 會導致的 那好了 還有一個呢 就胃部的症狀 打抑 吐吐水 還有剛剛 就是吐了出來的水 大家要有機會看到 就是香港有些傳媒 有一個是很有趣的 就是九大症狀 那其中呢 那其中呢 也都包括呢 那個 那個 複射的嘔吐 就是 差不多 全都中了 好了 還有呢 就是那個肝的 那個位置呢 在它動動 或者咳嗽的時候 會痛 或者刺痛 OK 背脊痛 四肢痛 那四肢就是骨落痛 肌肉痛 發燒骨痛 和發難 手臂和手腕痛 好了 那皮膚方面呢 皮膚蒼白 和很敏感的 還有呢 就是那個體溫 就是 很冷 冷的時候呢 就很口渴 OK 可以看到呢 我們在同一個療法呢 如果大家認識同一個療法呢 其實每一個療劑呢 有它的應用的特徵的 那你可以看到呢 這個蘭草這個療劑呢 應用的方面呢 是FIT到差不多百分之一百 FIT到的 所以呢 遇到那個登革熱呢 很多人都認為呢 不用怕 是不是 懂得用蘭草 Yuppertorian呢 就搞定的啦 嗯 那好啦 那除了 那很多人都認為呢 除了這個療劑之外呢 其實同一個療法呢 還有幾隻療劑呢 都是很適合用的 那我跟大家再分享一下 麻煩一下醫生 是的 再跟我們分享一下 那多幾隻療劑啦 是吧 那大家呢 有一個療劑叫做 白蛇筋 Bionium Album 好啦 那白蛇筋呢 如果你的症狀 出現的地方呢 是 就是你是 周身關節痛 痛到一種撕裂的痛 還有痛得來的時候呢 你不想動的 就是你記住 你不想動的 這就是那個白蛇筋的特徵 包括頭痛 爆破性的頭痛 裂的頭痛 還有關節的痛 還有肝咳 那這些就是 就是剛才所謂 就是登革熱的主要的症狀 那但是呢 我為什麼會用那個白蛇筋呢 而不用那個蘭草呢 是的 那區別 白蛇筋有一個很特別的地方 在同學療法的同學學生呢 就會知道了 那通常呢 我們有一個叫做 藥精 藥精 就是什麼呢 是會令它更加舒服的 還有什麼呢 是令它更加差的 好了 在白蛇筋裡面呢 我們知道呢 令症狀會更加差呢 少少動動都會差的 少少觸摸都會差的 那什麼會令它好呢 譬如你關節痛 肌肉痛 不動 想動都不想動的 那頭痛那方面呢 也都不敢動的 一動就頭痛很厲害的 但是什麼令它好呢 按壓它 如果病人呢 頭痛的時候呢 或者胸部的肌肉痛呢 它不敢動 按壓它很緊 那這個就是那個白蛇筋的應用 那個指示來的 那白蛇筋呢 就比較極度口寒的 OK 那你就見到了 見到我剛才的症狀呢 但那個病人呢 那個病人呢 那個病人呢 那個神態那個病態呢 就覺得它呢 動都不想動啦 嗯 就是掩著頭啦 包著身啦 慢慢喝水啦 OK 因為動了一點 它就會痛 是 如果你觀察到這個症狀呢 那你就不會用那個 蘭草 是 用那個白蛇筋 OK 那跟療法 跟一般的醫療 真的很不同 那除了這個情況之外呢 那我就說呢 其實有20多隻療劑的 那但我現在試一波介紹呢 是比較主要的療劑的 那除了那個白蛇筋呢 那還有一個療劑呢 也都是很適合用的 那這個呢 是叫做野角 Rustox Rustox 那Rustox呢 你看到呢 關節痛啦 那個全部都有了 感冒啊 關節痛啊 那個肌肉痛啊 全部都有了 那還有有時候有些疹 都出現了 但是呢 那個野角呢 有一個很特別的地方 它的肌肉關節是僵硬度呢 它呢 它呢 就整天呢 就想動一下來放鬆它 它呢 對 那個人不想動 對 那個人不想動 那個病者呢 它這個症狀呢 你看到的症狀呢 它坐不定的 嗯 和白蛇筋是很不同的 是 它坐不定的 它就整天呢 想扭來扭去動一下 伸展一下 這樣才舒服的 要不然呢 它為什麼呢 它覺得那個人很僵緊啊 它是充滿熱水糧啊 這樣就好了 那如果你看到這個症狀的時候呢 那你就會想到呢 就用那個野角了 是 OK 那再跟大家介紹 另外一個了 另外一個療劑了 那我剛才跟她說 是不是 在那個 那個 症狀裡面呢 嗯 第一個症狀呢 是那個燒 突然之間高的嘛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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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在同學療法呢 如果學過同學療法的人呢 就會想到了 如果突然之間來得很快 啊 就是它病毒突然之間來得很快的 燒得很 就是突然之間升得很快 很高的燒呢 那還有如果那個病人呢 有少許 就是有少許神情 有些 有些焦慮啊 有些很害怕啊 這些這樣的情況呢 那我們的療劑呢 是叫做烏頭 嗯 Aconine 但是當然了 如果有些人對有些藥學 有些常識 哇 這些是不是毒藥來的 有些毒成分的 大家不用擔心 動物療法裡面是沒有成分的 是 只不過原來的物質呢 是經過數以億億億萬次的稀釋 那剩下來呢 是用呢 是那個本身的那個 那個物質的那種能量 嗯 那個記憶 附在糖或者附在水那裡呢 是作為治療的 那所以呢 動物療法是全世界最安全的治療工具了 嗯 所以呢 在大家認識同學療法的人呢 都不會認同呢 什麼病叫沒有得醫的 其實所有病都有醫的 沒錯 那在同學療法來講呢 我通常呢發現呢 如果你的療劑用得很準確很快手呢 其實呢 是一日之內就好了 嗯 是 一日之內就好了 是 那我最近呢 剛剛呢 昨天呢 那有一個病人呢 帶他兒子來到 嗯 就是跟進了 覆診了 那他本身呢 也是我的學生 嗯 我的三年的課程呢 他全全部上了 嗯 他本身是銀行家來的 那他大家聊起來呢 是 那他講起一個症狀呢 他說呢 他前一陣子呢 就是我教他 就是用那個 用那個薑黃粉 是 來刷牙 起碼是牙周病 因為大部分的牙周病 導致掉了牙齒 還有所有病的 根症的成因都是牙周病的 嗯 所以我就介紹 那你試一下呢 就用那個薑黃粉刷牙 那他講起呢 他有一個經驗呢 他不知道多久 不知道一年之前的事 那他當時呢 有一隻牙呢 就突然之間呢 就是痛得很厲害 還有發炎 鬆了 那隻牙都腫了 脹了 那隻牙呢 就好像感覺 好像凸了出來那樣 那他呢 那他呢就是想辦法了 因為他始終上到我們的課 他懂得怎樣去找療劑 那他結果呢 就找了一個療劑 就是黃金的療劑 嗯 他是腫了 那隻牙鬆了 凸了出來 牙肉那個 都紅腫了 是 當然痛得很厲害 那他就用療劑 他就吃一劑 就即時呢 就大部份好了 嗯 兩三劑之後 完全康復了 連那種凸出來的感覺 都完全皮膚了 哇 那真是好 真的好 他找得很對 很臭巧 也都很十奇 那他就是 在同一個療法就是這樣 如果他不懂得去 如果他不是用自己的同一個療法的方法 醫好了 他說他一定去牙醫 牙醫那裡肯定都幫他拔掉 拔掉了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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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你發炎了嘛 發炎 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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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脫掉了 那他給他聽說 就是同一個療法的療劑 三劑搞定 OK 所以大家很學會 同一個療法在中國人的社會 大部份都是不太認識的 我們都希望多些教大家 我已經開了班成三年了 希望大家多些自己學 很多事情自己即時去處理 是效果好 就是不僅省很多錢 還有是救了自己的命 是 最主要就是 不是說好像一般坊間 或者西醫或者藥廠 因為他們那個利益的關係上面 就說到所有的病 那些東西沒有特效藥 又沒有預防栽 就令到很多人對於現在 現時進行著 或者發生的燈 都感覺到好像無助 很擔憂 電視上訪問的 有些人都是這樣 尤其是下個星期就已經要開學了 每個家長要很擔心 那些小孩子 要立刻 校長就說 特準 如果你有的需要 可以讓小孩子穿長褲 各樣東西 去做這個預防 當然自己預防的工作 一定要做到的 OK 其實在我們的同類療法裏面 其實也會有一些 關於這個燈格爾的預防 是的 因為當時有人問我們 有些什麼可以預防呢 在燈格爾 在我們的同類療法的藥庫裏面 也有些藥庫會懂得做一些同類療法的療劑 希望那些人服食期間可以預防的作用 是的 我們一直都有這樣的工具 沒錯 同類療法會是一個全世界最安全的東西 是的 那你用的份量都是用幾滴的 需要放兩滴下水 用一根水來喝一下它 那就是早上或晚上喝一次 那喝它五天 就當作一種預防 那同類療法很有趣的 那些時候呢 為什麼在預防上呢 同類療法是一種能量來的 是的 即是有機會呢 即是這種能量在這裡呢 你的身體就算有被拔咬到也好 你的所有病毒也好 都是發揮不到作用的 沒錯 沒錯 都是要最終最終呢 都是要加強自己的身體那個 那個治癒的能力的 由頭到尾 我們都是強調這件事的 所以剛才醫生提過那些療劑 或者是維他命B1 這些其實呢 在我們的綠創健康店裡面呢 都可以發售的 所以大家呢 聽了這個節目之後呢 對於這個登革熱呢 應該我相信可以給大家一些 安心一點的效果 OK 好 今天的時間都差不多了 很感謝袁醫生和我們的分享 如果各位有些急切性的問題呢 可以打以下這個電話 和袁醫生會診 電話號碼是25773798 而在海外的聽眾 可以透過Skype 和袁醫生做一個網上的回診 可以E-mail去 cs.naturalhealing.com.hk 如果你想重溫我們的節目 可以上我們的網址 是www.sourcewadio.com 又或者上YouTube搜尋自然療法語 就可以聽回我們的節目的啦 今天麻煩你了 袁醫生 拜拜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 拜拜 拜拜